谢国良的车 民进党来送 基隆Let's Go 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十位成员 齐聚高呼口号 呼吁基隆市长 谢国良的送青年电动机车政策 应该不限场牌 给予市民购车选择的自由 我们希望市政府能够基于公益的考量 基于民众选择的自由 以及基于跟特定厂商不宜有 过分的一个连结这样的一个做法 让民众可以自由选择 他想要购买的机车 这个强调 我们希望谢国良市长 你可以拿出一个合法的制定办法 让我们基隆市民 这些年轻的朋友们 可以选择他自己喜欢的电动机车 我们要把这个政策真正推到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自由去选购 唯一的办法 就是这个限购的条件必须要取消 在上个月我们有做了一份民调 当中有56.2%的基隆市民 他是认同这个政策 但是他认为补助的这件事情 应该不分场牌 就是要不限场牌的补助电动机车 这个条件 那青年都非常赞同这样的形式 谢市府这边打着青年的口号 就应该更重视青年人的心声 我希望能不限场牌 因为电动车的业者不是只有两家而已 那你怎么对其他基隆的机车业者交代 其实大部分的青年朋友也希望 可以有选择不同的车款的权利 那因为我们现在这样子的限制 所以导致我们的选择限速 如果他的政策目标方向呢 希望是能够节能减碳 那又为什么只有青年可以做换购 那如果他的政策目标呢 是希望能够促进青年就业 那这个最基本的民调 市长有做吗 有多少青年能够为了这个指定厂牌的电动机车的领取 来回来基隆就业 市面上有这么多厂牌的机车 电动机车可以供大家选择 为什么他只在市府大厅放这两台 难道是在暗示各位市民朋友 未来就只能选这两台吗 之后的换电站会不会足够我们所有五万台的这些电动机车 显然现在基隆市只有30处换电站 然后充电站只有45次 那显然是不够的 对于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方面的呼吁 基隆市政务发言人余志明也做出回应表示 将充分思考 需要能更完善这项政策 议员说的执政也有他的道理 我们也会充分的思考如何去完善这一项政策 为了落实基隆市长谢国良选前承诺 基隆市政府向市议会提出 3亿8340万元的追加预算案 预计补助共12000辆 每辆补助3万元 议会方面已经决议将这笔预算提交大会审查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